据全球航班追踪网站的资料显示,中国国航CA-121班机在8日下午飞抵平壤。 国航日前已恢复北京飞平壤航线,每周三次航班往返。 该CA-121航班属于正常时间营运。 不过,这架播音747的编号是B2447,曾作为习近平、李克强等高层专访用的行政专机。 因此,在外界热传金正恩或借飞机赴会的背景下,该航班引起特别关注。 韩国朝鲜日报8日报道,金正恩放弃了经由中国赶赴美朝首脑峰会的方案,将直接从平壤前往新加坡。 美朝双方正在讨论新加坡或中共等第三方向朝鲜提供飞机的方案,朝方希望乘坐于美国总统川普空军一号专机类似级别的飞机。 但是,据资料,该架飞机已于当晚作为CA-122航班,返回北京,亦属正常时间的营运。 据此前媒体报道,习近平出访大多是搭乘改装过的中国国航客机。 不过,也有报道称,12447虽然平时作为普通客机使用,但有需要时仍可能临时改装,恭喜近平和李克强出访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此次12447往返平壤,是否真是正常航班,仍有待证实。 有港媒猜测,若金正恩有意向中方借用飞机,该航班有可能先接载他到北京,并顺道出席山东青岛举行的上河峰会,然后从中国飞到新加坡出席川金会。 上河峰会将于6月9日至10日举行。 而路透社日前引述新加坡参与筹备金正恩行程的消息人士称,金正恩将在10日抵达新加坡。 朝鲜日报消息,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7日访问朝鲜商讨金正恩行程,提出为其提供飞机。 但在新加坡表示主动提供飞机的情况下,美朝还考虑向中共借飞机,很可能出自金正恩对新加坡的不信任。 早在金正恩第二次访华时,就有报道称,朝鲜获向中共借飞机赶赴川金会。 金正恩的专机苍鹰1号是苏联时期制作的1262M的改版。 虽然其理论上的最大行程可达1万千米,但因为老化严重,衍城飞行中很可能有危险。 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2日将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面,全球媒体各个摩拳擦场准备报道第一手资讯。 但7日,有2名韩国记者因擅闯朝鲜驻新加坡大使的宅邸,被警方逮捕。 新加坡警方8日下午公告,7日下午30.50分接到报案,朝鲜驻新加坡大使宅邸遭非法闯入。 警方随后将两名代表韩国放送公社KBS的韩国男子逮捕,同时调查一名代表KBS及另一名翻译兼导游的韩国男子。 新加坡警方表示,这4名韩国男性没有新加坡可发的媒体工作证件, 并称在新加坡犯罪的媒体记者将被取消认证,也不能报道川金会。 全球关注美朝领袖会面,大批国际媒体已提前进驻新加坡, 但如果没有取得新加坡核发的媒体工作证,将被控非法侵入, 为者可能被判有期徒刑三个月或罚款最高新加坡币1500元,约1120美元,或两者同罚。 因应川金会,新加坡日前已加强安检工作。 近日,因一名澳洲前恐怖主义嫌犯过去的活动记录为由, 被新加坡已拒绝入境,并于8日安排其搭击返回。 韩国媒体爆料称,在川金会当天,美朝韩三方将共同宣布朝鲜战争结束。 对此中共党媒急忙发文宣称,如果没有中共,半岛中战宣言无效可随时推翻。 韩国中央日报6月4号援引华盛顿与新加坡高层知情人士的话说, 文在寅总统准备在6月12号朝美首脑会谈当天, 或者13号与朝美首脑一起发表中战宣言, 如果没有突发事件,三国应当可以一起发表,新加坡中战宣言。 韩国先驱报6月3号则引述韩国国家情报院, 下属智库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韩国总统顾问团成员赵兴瑞说, 中战宣言最早可能在12号会面后第二天达成。 两媒《环球时报》4号立刻发文说, 没有中国,半岛中战宣言无效可随时推翻。 持续三年的韩战在1953年7月26号签署停战协定, 签字的包括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司令部,代表韩国, 还有朝鲜和中共志愿军。 因此《环球时报》的文章声称, 如果中共不参与,原来的停战协定将无法废止, 那么美朝韩三方的中战宣言效力将受到质疑。 随着朝核问题有可能发展成美朝韩三国主导, 中共已经多次表现出被挤出局的焦虑。 这次声称没有自己韩战就不能中战, 有媒体形容,中共的簇钢打翻了。 北京市政观察人士华坡指出, 虽然党媒如此喊话, 但细究起来其实中共并没有以国家名义签署韩战休战协定。 华坡说,当初来讲, 中俄来讲并不是名正言顺的一个参战国。 中国是志愿军, 名义上不是一个国家的军队, 而是一些志愿人员, 民间的一种行为。 所以现在来讲有些尴尬, 说这个和平协定中共得签, 但是问题是中共什么时候和美国是交战国了? 当初的停战协议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是彭德怀的签字。 现在来讲你还有志愿军吗? 还有网友调侃说, 中共就是个逻辑猪辱。 2009年朝鲜宣布撕毁停战协议时, 你中共怎么不跳出来说你也是停战协定一方, 不敢说半个不字。 大陆独立撰稿人唐先生说, 他们就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前后矛盾那个不奇怪,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战略策略。 如果对他们有利的承诺, 他们肯定不会放弃。 如果对他们不利的承诺, 随时放弃, 可以撕毁一切协议, 收回一切承诺。 也有网友说, 如果北韩决意抛开中共来签署, 法律上也没有什么不可。 这说明北韩已经认识到中共是负能量。 大陆宪政学者陈勇苗认为, 朝鲜有可能投奔美国使得中共担心。 中共对朝鲜事务的干涉, 是在伸张一种宗主权。 陈勇苗说, 中共他现在实际上在伸张他的宗主权。 那就是, 虽然我不是这个中战协议上的签署方, 但是我是宗主, 北朝鲜的事务要我说了算。 这次美朝双方如果撇开中共的话, 那就相当于北朝鲜对中共这个宗主权的一个独立了。 相当于宗主权转移了, 宗主权就归于美国了。 唐先生说, 我觉得早就应该撇开他了。 不撇开的话他就要从中捣鬼, 撇开以后呢, 他可能捣鬼的机会就要少了多, 当然他还是要捣鬼。 朝鲜跟美国好了, 他们就少一个小兄弟了, 他们就会更加孤立。 这项有可能公布的韩战中战宣言 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象征性姿态。 韩国《先驱报》引述赵新瑞说, 宣布朝鲜战争结束, 是在无核化过渡时期为朝鲜的安全问题提供政治暴障。 而中共已经声称这样的宣言无效, 可以随时推翻, 无疑又给朝鲜增加了安全忧虑。 中共近来对台湾施压不断, 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根据路透社发布的消息称, 美国考虑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扰达对台湾的支持。 消息传出, 果然挑动到中共最敏感神经, 《环球时报》社论提出警告, 要美国军舰最好还是离台还远一点。 另外, 中共在南中海的军事扩张, 最近也引来美英法三国联军的抵抗。 今年以来, 中共进一步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包括出动战机环岛飞行, 以及航母穿越台湾海峡等等。 对于中共的强势, 根据路透社发布的消息, 美国正考虑派遣一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刊出的评论指出, 台海靠近中国, 中共能调动的资源和手段也最多。 评论要美国军事力量别离台海太近, 否则双方对抗将是美方的不可承受之重。 美国中文杂志《中国事务》总编辑武凡说, 因为中共现在有飞机, 海军不断地骚扰台湾, 那么美国采取行动表示对台湾的支持, 它要试探北京的态度, 北京的动作, 完了再进行下一步的计划, 这完全是美国有意要挑战中共对外扩张的一个反应。 就在美中关系因贸易发生争端, 朝鲜核武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敏感时期, 美国此举考验美中关系。 旅美时事评论员蓝树认为, 目前美国总统川普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就是朝鲜的朝核问题, 而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点, 就是必须对中共和朝鲜这两个独裁政权同时采取强硬的态势。 蓝树说, 如果在对待北京这个共产极权专制, 态度上稍微软弱一点, 朝核问题都不可能得到圆满的解决, 之所以长时期得不到解决, 问题不在北朝鲜, 问题在北京, 如果没有北京在背后支持北朝鲜这个小流氓的话, 朝核问题早就解决了。 台湾的安全问题上, 台海的局势上, 采取强硬的态势, 它是解决北朝鲜朝核问题的关键。 中共不仅屡屡对台湾制造威胁, 在南中国海也不安分, 持续在南海进行军力扩建并部署武器系统, 引起美国多次抨击, 还派出军舰航行南海。 5月27号, 美国西金斯号驱逐舰和安提顿号神顿巡洋舰, 驶进西沙群岛执行自由航行任务,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 该处是国际公海, 美军不仅仅为了美国而自由航行, 也为所有国家提供航行自由。 现在英国及法国所组成的英法联军, 也加入自由航行的行动, 预计派遣支撑机及舰队驶入南海, 法国国防部长指出, 将有更多欧洲国家动员支持这项行动。 蓝树说, 因为中共在南中国海造岛, 它实际上引起了太平洋周边地区所有国家的紧张和不安。 在这个问题上, 主动出击, 它站在了一个道德的制高点, 同时在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周边国家, 它将会让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社会, 它会起到一种归心的作用, 让所有的这些国家, 很自然的就和美, 英法还有自由世界, 在利益上站在一起。 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沿海各国皆极力争取这个巨战略和经济意义的海域, 究竟这片海域有什么特殊价值? 武凡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南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航道, 全世界大概有5亿美金的货物, 包括原油, 都要通过这个航道, 那么对日本, 对韩国, 对台湾是一个生命线, 这一点如果不能把南海自由航道坚持住的话, 完全被中共控制的话, 会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 尤其影响到亚洲的经济。 对于美, 英法三国联手进入南中国海海域, 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曾瑞生对美国之音说, 南中国海是国际公海, 所有国家都有权利在公海行情, 主要是中共政府在南中国海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如果其他国家不作为的话, 中共将会把南中国海变为自己的领海, 这将造成很大的国际问题。 提供飞机 但在新加坡表示主动提供飞机的情况下, 美朝还考虑向中共借飞机, 很可能出自金正恩对新加坡的不信任, 早在金正恩第二次访华时, 就有报道称, 朝鲜或向中共借飞机赶赴川金会。 金正恩的专机舱鹰一号是苏联时期制作的ER62M的改版, 虽然其理论上的最大行程可达一万千米, 但因为老化严重, 掩承飞行中很可能有危险。 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12日将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面, 全球媒体各个摩拳擦掌准备报道第一手资讯。 但7日, 有二名韩国记者因擅闯朝鲜驻新加坡大使的宅邸, 被警方逮捕。 新加坡警方8日下午公告, 7日下午3时50分接到报案, 朝鲜驻新加坡大使宅邸遭非法闯入。 警方随后将共同宣布朝鲜战争结束。 对此中共党媒急忙发文宣称, 如果没有中共, 半岛中战宣言无效可随时推翻。 韩国中央日报6月4号援引华盛顿 与新加坡高层知情人士的话说, 文在寅总统准备在6月12号朝美首脑会谈当天, 或者13号与朝美首脑一起发表中战宣言, 如果没有突发事件, 三国应当可以一起发表新加坡中战宣言。 韩国先驱报6月3号则引述韩国国家情报院 下属智库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韩国总统顾问团成员赵兴瑞说, 中战宣言最早可能在12号会面后第二天达成。 中共党媒《环球时报》4号立刻发文说, 没有中国,半岛中战宣言无效可随时推翻。 持续三年的韩战在1953年7月26号签, 据全球航班追踪网站的资料显示, 航CA-121班机在8日下午飞抵平壤。 国航日前已恢复北京飞平壤航线, 每周三次航班往返。 该CA-121航班属于正常时间营运。 不过,这架播音747的编号是B2447, 曾作为习近平、李克强等高层专访用的行政专机。 因此,在外界热传金正恩或借飞机赴会的背景下, 该航班引起特别关注。 韩国朝鲜日报8日报道, 金正恩放弃了经由中国赶赴美朝首脑峰会的方案, 将直接从平壤前往新加坡。 美朝双方正在讨论新加坡或中共等第三方向朝鲜提供飞机的方案, 朝方希望乘坐于美国总统川普空军一号专机类似级别的飞机。 但是,据资料, 该架飞机已于当晚作为CA-122航班, 返回将两名代表韩国放送公社KBS的韩国男子逮捕, 同时调查一名代表KBS及另一名翻译兼导游的韩国男子。 新加坡警方表示, 这四名韩国男性没有新加坡核发的媒体工作证件, 并称在新加坡犯罪的媒体记者将被取消认证, 也不能报道川金会。 全球关注美朝领袖会面, 大批国际媒体已提前进驻新加坡, 但如果没有取得新加坡核发的媒体工作证, 将被控非法侵入, 为者可能被判有期徒刑三个月或罚款最高新加坡币1500元, 约1120美元, 或两者同罚。 英英川金会, 新加坡日前已加强安检工作。 近日, 因一名澳洲前恐怖主义嫌犯过去的活动记录为由, 被新加坡已拒绝入境, 并于8日安排其搭机返回。 韩国媒体爆料称, 在川金会当天, 美朝韩三方北京, 一属正常时间的营运。 据此前媒体报道, 习近平出访大多是搭乘改装过的中国国航客机。 不过, 也有报道称, B2447虽然平时作为普通客机使用, 但有需要时仍可能临时改装, 恭喜近平和李克强出访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 此次B2447往返平壤, 是否真是正常航班, 仍有待证实。 有港媒猜测, 若金正恩有意向中方借用飞机, 该航班有可能先接载他到北京, 并顺道出席山东青岛举行的上河峰会, 然后从中国飞到新加坡出席川金会。 上河峰会将于6月9日至10日举行。 而路透社日前引述新加坡参与筹备金正恩行程的消息人士称, 金正恩将在10日抵达新加坡。 朝鲜日报消息, 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7日访问朝鲜商讨金正恩行程, 提出为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金正恩行程。